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预备的分辨我们的张萍董总裁 张萍董总裁 还有我们前后总会的理事长 苏敬强 还有我们全球州会的总会长 陆炳文总会长 欢迎你 还有我们工教廷 请向委员会的主委林水吉 主委欢迎你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邀请 我们现在在音歌展览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音歌最美丽 对异文这一块 对一个推动的我们 是你们也是会长啊 我们现在会长啦 我们新长啦 是我们也新长啦 你看大家都叫会长 看我也说对我呼吁的啦 看你们顺利 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场的贵宾 会非常多 还有现场的各位贵宾 女会贵宾 大家早上好 好 非常恭喜 也非常开心 让我们音歌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办这个诗词陶祭陶瓷展 那我们知道我们音歌是陶瓷重镇 艺术之一 大家说到我们音乐 就知道我们有陶瓷 然后接着想到我们的艺术 那我们跟各位报告 我们明年 今年就在今年 我们的四立美术馆即将要来落成 那藉由这个五指申风的这一次这个画展 可以落实我们音歌的一个推展 我们相关的一个艺术跟文化 我想我们的文化跟艺术也是博大精神 那真的非常荣幸 在这一次我们采云老师的引荐下 让我认识了我们的理事长 我们之前在也聊过 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 如何让我们的艺术 在音歌举行这个展览 我们曲长与众的热心 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艺术活动 那么我讲这个已经跟陶瓷有关系了 那么我音歌啊 这个为什么没有陶瓷 因为照最早音歌的这个磁土 因为有磁土才会烧起来陶瓷 但是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药材的样子是很少的 石头也是很少的 那么我到了去景德镇市里 他们一方面 景德镇那边的石头 非常多 而且他们发现了另外在景德镇 稍微影响的地方 有一个商业 其实这个手头一咬我们艺术啊 我们的这个作者不以用心 而且做出非常精美的这个陶瓷出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 音歌的一大课程啊 也是我们音歌 奥事里这个世界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大家来为音歌人 鼓一个掌好不好 我们会来 就是说来看看音歌 跟我们这艺术界的联合起来 有什么样的创新的这个作品出来 果然不错 这个在这里祝福 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圆满成功 也感谢我们居长 这么慷慨的借给我们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谢谢他 我们预祝今天的展览能够圆满成功 好 祝福大家 谢谢我们创立这个 支持学会的主要目的刚才已经讲过了 结合我们当地的艺术家 当地的那个什么文化产业的特色 来加以融合 来加以合作 我们希望 这次我们这个 这些艺术家的头脑 跟我们在地的 在地的无路的风采 然后计创出一种火花 让这个火花呢 可以照耀我们前台湾 可以照耀我们的 这一张也是我们市长的丝嘛 对不对 不是我们的帐丝 就是我们一些陈希春老师所写的历書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陈瘦老师 陈瘦老师是我们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以前是画的比较随密 后来他会再走向公平 所以你看他画的这个观光 好串 然后我们要介绍的水墨是 蔡金刚老师 他画的那个 这是上山湖 他这张是山湖的 我刚刚有教人解释过 为什么要上山湖跟下山湖 上山湖就是说 他已经吃饱了 所以代表说我们 这样真的我们人 到达了一个境界 他的德性非常 修养非常好 所以他知道山上是修养的 所以代表说 像我们每个在座每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都是上山湖 我找南乡 那岛内就是江山湖 找南乡之后 这个就是做动词 这两个就是做动词 他的意境就是 你要怎么收获 就要怎么栽 你要怎么栽 就会有怎么收获 那就是他的意境 就是跟我们这一句话 是沿在一起的 那我中华文化 汉字有的美就是 名词他可以叫动词用 所以这句话就是 透过那个 我们那个国山园 的老林医友 还有一些 天木医友 和柳医友的这个部分 去把它展现过这个医友 看一下 我们家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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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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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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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